歐洲最近有很多罷工 去年底已經開始有罷工潮 當時希臘和比利士在11月中旬搞罷工 衝擊了這些企業的營運 令到當地的交通癱瘓 而今年1月法國因為退休金制度要改革 將退休金的年齡升高兩年 令到人們很不開心 又爆發了兩次全國性的罷工遊行 兩次都超過百多萬人 有民眾又燒法國和歐盟國的旗 學校、交通、運輸、連油設備、運作全部都癱瘓 工會領袖還說宣布在未來的7日和11日會再接再來再搞 但法國政府態度很強 當時沿路公佈的部長說沒有商量餘地 而在英國在2月2日有多達50萬的英國教師、公務員、火車司機、大學 舉行罷工、示威、抗議 公共交通有転換 不能上班又不能上學 罷工、抗議這些是英國在2011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 罷工者其實他們的訴求主要是加薪和改善待遇 主要是應付現在的通脹成本太高了 而英國現在的通脹去到11% 是40年以來最高的 而工會要求很厲害 有加19% 看來英國的政府根本沒有負負 因為沒有錢 據最近國際貨幣基金 IMF發了一個報告 預估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會去到2.9% 而英國是唯一出現負增長的先進發達經濟體 將會收縮0.6% 相比之下比英國、英美、歐盟連回製造俄羅斯 經濟體表現反而比較好 而預計今年的增長會有正增長0.3% 並且在2024年增長到2.1% 超過了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德國、意大利、加拿大 這些七大工業國集團 這是預計的MF 甚至是歐盟整體的表現 英國的財政大臣侯俊偉唯有死撐 說短期的挑戰不應該掩蓋長期展望 英國經濟今年雖然衰退 衰退程度也會比以前預計小了 除了英法、德國的經濟在2022年 其實第四季都萎縮的 搞到罷工潮又來了 1月25日 柏林機場發生了在2018年以來 最多航班的設罷工 而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在2日 帶了15個人 一個代表團去訪問烏克蘭 而且和澤連司機會面 馮德萊恩承諾會為烏克蘭提供更多財政、軍事、政治援助 也說會在海牙搞一個軍事法庭 處理烏克蘭發生的罪行 馮德萊恩還說 歐盟計劃在俄烏衝突爆發已經一周年了 會實施新一輪制裁 他就說這輪制裁就是將會對俄羅斯石油產品實施額外的價格上限 就說由2月5日起 就對包括柴油在內的俄羅斯石油產品施加一個新的價格上限 但是各國當時還有一些在價格的具體上有些分歧 而波蘭這些國家最激進的 當然希望在進一步在價格上施壓 但其他國家認為歐盟再度限制俄羅斯石油產品價格的能力其實都沒有什麼力 極為有限的 據說在昨天的會議上 歐盟國家同意對俄羅斯石油產品 例如柴油的設定價每桶100美元 最高限價 而歐盟還會 至於那些取暖的汽油 這些俄羅斯油的限價 最高限價是45元 第二 如果大家駕駛車或入行車都知道 柴油的價格比普通汽油高很多 原因其實就是成本問題 因為柴油的樓的含量比較高 你要把它提煉出來 成本比較高了 另外 柴油在商業用途比較廣泛 柴油在商業用途比較廣泛 在很多其他的產品都用在其他商業用途上 所以因為需求更大 價格自然會更高 不過復旦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院 中歐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簡君波指出 法國罷工是有通脹和物價上漲的原因 但是導火線仍然都是因為年金改革的問題 其實他說法國人已經習慣了高福利制度 不想降低福利 如果要降低福利當然不好 所以馬克龍面臨很大的壓力 其實不單是街頭的民眾抗議 帶來的也是來自反對黨 而英國的罷工工潮 其實沒有涉及體制的改革 罷工者都是公務員 以及比較穩定的工種 都是因為財政問題導致的 而英國脫勾之後 外來勞工又減少 經濟發展又不景氣 通貨膨脹物價又飛升 亦都受到俄烏衝突之下的能源危機造成衝擊 民眾的收入就沒有增加 搞到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所以很不滿走出來抗議示威要求加薪 而簡君波認為 英國發覺德國罷工潮 對這個世界經濟正義 就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只是處理不好的話 就會令到他們國內的政治不穩 影響到幾個國家的發展 經濟發展 雖然內政和外交都存在聯繫 但是這次民眾的遊行示威 沒有針對俄烏 但是這三個西歐國家的民眾 在原則上也不完全反對援污抗俄 所以就不會對歐洲對抗俄羅斯 造成什麼直接影響 也解釋到為什麼可以在2月3日 也會通過新一輪對俄羅斯石油限價的決定 歐洲那幾個國家內部很亂 其實整個北約內部都很混亂 近日土耳其和歐美多個國家的外交爭端又升級了 很多國家先後就發出土耳其旅行警告 甚至有幾個國家就關閉了這個 住土耳其的領事館 在2月2日 土耳其外交部就召見了 包括了美國、荷蘭、瑞士、瑞典、英國、德國、比利時、法國和意大利 九個國家駐土耳其大使或者代表 指責他們什麼呢?就說他們差不多同步的行動 這樣做法是不謹慎的 而且又不妥當 因為這種做法就只會助長了這個恐怖主義行為 土耳其憤怒了 瑞典想加入這個北約自然就更加難了 分析就說 土耳其大選之前 那麼瑞典要想入北約 入約基本上無望 大家都是北約成員國 為什麼會同室操作呢? 這個還要去到近日在瑞典這些國家發生的反對土耳其的示威活動 開始說起的 1月21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有很多場 涉及土耳其和瑞典 北約的抗議活動 其間有一個極右派的政黨領導人 在土耳其大使館附近公開燃燒古蘭經 有瑞典官員說出於言論自由 我們無法阻止這個事件發生 這樣令土耳其很不高興 強烈譴責 之後有200多個抗議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瑞典領事館前面舉行集會 這次他們報仇把瑞典國旗出來燒 之後荷蘭和丹麥街頭也出現了類似的場面 意大利和美國這些國家以安全為由 和國民港發出警告 土耳其發生有襲擊的風險增加 德國、法國、荷蘭這些就 直接關閉在土耳其領事館 土耳其當然不高興 上星期警告公民說 美國和歐洲存在可能的仇愛心理和種族主義襲擊 也叫國民不要去歐洲和美國 而土耳其內政部長索伊勞說 西方發出安全警告是為了向土耳其施壓 而他們關閉這個領事館是企圖干預或者將在五月舉行的土耳其總統和議會的選舉 而索伊勞說他們試圖破壞土耳其的穩定 而瑞典批准土耳其駐大使館出面舉行示威之後 土耳其就叫了瑞典駐土耳其的大使來見面 提出抗議取消了瑞典國防大臣訪問土耳其的計劃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就說 只要瑞典有的事情發生 意味著土耳其不會支持瑞典加入北約的要求 又說土耳其對於芬蘭加入北約的立場積極 但是對瑞典就不一樣 目前瑞典和芬蘭就說一起加入北約 按照規程北約就必須有30個成員國一次同意的前提之下 才能夠吸納新成員 而土耳其其其中一個 另外匈牙利也不批准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原本土耳其多次高點反對兩個國家 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後來三方達成了協議 芬蘭和瑞典同意在富爾德工人黨和武器禁運上的問題 上面就向土耳其讓步 隨著土耳其和瑞典之間的矛盾再度升級 瑞典想加入北約 加入北約的前景變得不確定 而芬蘭總理馬林 就在左面這位女士 在今個月二日 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就說 芬蘭決定堅持跟瑞典加入北約 又說要攜手並進 不過在最近會議上看到 世識不對 現在就說要單飛了 因為大家有大家的利益 所以他都很現實 北約內部就亂出發了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